说日本随日本 日本随不经 大家好 我是蔡长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日本的天皇 你知道在日本过去的治天之君 其实不是指最高元首的天皇吗 你知道大家觉得至高无上天皇 其实就算在二战的大日本帝国时代 都没有一般人想的绝对权利吗 那你知道很多人在凑说是靠人民穗金 在爽爽过的天皇 其实工作很硬 而且主要的任务是在当庙公当主委吗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号称有2600多年历史 史上最古老的日本皇室秘星 那外国人说起日本天皇家 一般起手势就是万事一夕 天皇万岁这两个概念 那把天皇家神圣化 算是日本右派的一个大特征 那毕竟这个世界最古老的皇家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代表 那虽然台湾跟日本之间有很坚固的友情 但是呢我们也不必说 每一样事情都跟着那些右派人士一起 凡事都天皇万岁了 那其实就保持对这个友好国家的象征元首尊重就可以了 那不过说到尊重呢 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呢对现在正在位的天皇 因为天皇只会有一个 所以在日本一般都称天皇为陛下或是经上天皇 那明治为新之后 因为规定一世一元 就是每个天皇终生只使用一个年号 所以按规定天皇的年号都直接用来作为过世后的嗜号 这样明治天皇或是大政 昭和天皇等这些称号 都是天皇过世之后才会开始使用的 那天皇这个称号 其实是违反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哦 那因为在中华文化圈里面 皇帝只会有一个 就是坐在中国首都皇宫里面的那一个啦 那像是朝鲜安南的首领都只能算是王而已 那不过因为日本是一个隔了一个海的小国啦 那所以想说欢迎没差啦 中国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啦 那过去圣德太子时代也写了一封国书给隋阳帝说 日出处天子至日末处天子无恙 结果隋阳帝气到爆炸 结果也是拿日本没皮条啊 所以从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开始 过去称为大王或大军的大和王朝首领 就开始自称天皇了 那在明治之前 一个天皇咧 他的知识中可能使用好几个年号 所以时候就以其特征或是德性 定定所谓的汉风嗜号为之命名 像是虫神啊 神无啦 应神啊 就是这种概念 那汉风嗜号在日本开始发展出自己文化特色的平安时代 开始视为了 往后以天皇生前的皇居隐居地为之命名 像是什么三条天皇啊 冷泉天皇啊等等 直到江户时代之后 使用这种汉风嗜号的习惯重新恢复 然后到了明治维新之后 再度变成用年号来命名这个嗜号 那明治年间定定的皇室典范 虽然没有规定说天皇不能在生前退位 可是在第一章的皇室继承中第四条明确规定 天皇驾崩时尤其皇室立即即位 那间接的就否定了生前退位的可能性 那但是啊 明治之前的话 天皇生前让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甚至古代的许多天皇还乐于提早让位 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本来就有隐居这种一家之主 在生前就把这个家都一家之主的位置传给后代的习俗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特有的治天之君的传统 那如果用传统的汉文来解释治天之君 当然就是统治天下的君王 不过平安时代后期为了防堵全臣藤原家 把女儿嫁给天皇 当上下一个天皇的外公来作为外戚来干政的这种力量 发展出退位后的上皇 作为现任天皇的老卑或是阿公 成为实质操纵朝廷的怨政 那然后呢 治天之君 这个词就演变成为治理天皇的君王 那像这种奇特的这种政治心态 在怪物白河上皇的时候发展到巅峰 这位全寝一时的怪物不仅掌握权力 男女关系更是混乱 到处乱干的他不但制造出了 以后会跟大家详细介绍日本最可怕的怨灵 从得上皇之外 他同时也制造出了武士掌握日本的始祖 一代霸主平清圣 那因为这种把天皇制架空的变形制度 导致了日后日本天皇家衰弱让武士抬头 也让日后发生了史上第一次由仁臣 也就是幕府流放天皇的这种上下颠倒的怪象 那在武士掌权的时代 大家都没在鸟天皇家 然后战国时代最惨的时候 后奈良天皇 他还要卖自己的字画去贴补家用 那江户时代天下重获太平 天皇家的生活当然大为改善 但是天皇的存在已经变得必须对幕府言听计从 但是朝廷从1992年联仓幕府成立之后 就已经被夺走了政治实权了 所以如果物质上幕府可以提供保障 那好像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所以在联仓、士丁、江户这三个幕府时代里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 朝廷最大的功能就是古典文化的保存跟象征性的存在 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原本的幕府体制被视为 没有办法去对抗外来帝国主义的旧制度 于是在万民平等的前提之下 为了建立新的国民国家 天皇再次以王政復古的口号被摆上台 但是就像刚才所讲的 天皇家远离实际的政治700多年 那天皇家作为象征性的存在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在这个脉络之下 穿着军服、亲自阅兵 然后主持御前会议的天皇形象 就传统上来讲的话反而变得不自然了 那明治宪法当年也是在复国强兵的大旗之下 有这些违心的元老们他们去主导 打造出一个普鲁式行的宪法 那当时的祝德公使清暮周葬在回国的时候 看到日本的民间四处还是充满穿着日式传统服装的人 他就像明治天皇直接直诉了 他说如果国民不彻底改穿洋服的话 日本就不可能成为文明国家 那明治天皇听完以后 向他的侧敬 向他的臣子们就苦笑 他就说 这个清暮太哈德了 他把天皇当成是德国皇帝 也就是所谓的凯杀这样子 那就算是身为日本史上 政治性最强的天皇之一 这个明治天皇 他仍然尽量保持天皇统领而不裁决这个大原则 而在这种背景之下 所定定的皇室典范 会间接否决生前退位的可能性 就是要维持现任天皇的神圣性跟最高统帅权 一方面防止治天之君再次出现 扰乱朝廷的权力关系 同时也是在杜绝 本来就已经尽量不裁决事物的天皇 再次被拥护的城下 强迫退位的这种危险性 那这种传统呢 也是为什么之前平成上皇 他要退位之前引起那么大的讨论 而昭和天皇到底有没有主导战争的责任 会让至今的历史界还争论不休的原因 就在这里 顺道一提 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时代 其实来过台湾 行起 也就是仿式跟游览 那详细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看好朋友的频道 左容写真馆 里面有超赞的解说介绍 那虽然战败之后 旧皇室典范被废止 新的皇室典范 颁布于昭和22年 但是第一章 关于皇位继承的部分 却完全没有变动 在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 自我否定了现人省的地位之后 某种程度而言 天皇家可以说 回复到了过去旧有的形态 除了高度的象征地位 跟国事礼仪之外 只保持着天皇家 2000年来最重要的工作 祭祀 很多人都知道 在日本皇居里面 有一块大概300平方公尺的田 玉田 从昭和天皇时代开始 天皇家就亲自下田耕种 收割的稻米 其中一部分会作为 一世神宫的神长祭的稻穗使用 这倒不是因为昭和天皇 是生物学者的关系 而是因为日本神道 本来就跟道座文化息息相关 尤其是对天皇家祖庙的一世神宫 更是日本对于土地的生命力 最高崇拜的殿堂 而到今天呢 仍然在皇居的宫中山殿 所进行的宫中祭祀 其实就是天皇最重要 也最辛苦的工作 那我们去看日本宫内厅的网站 他把这些宫中祭祀定位为宫中公务 以天皇需要作为祭祖主持的祭典 大概有元旦的四方拜 昭和天皇祭 神武天皇等 历代的天皇的祭日 还有秋季的神长祭跟新长祭 还有年底的天长祭等 二十多个祭典 再加上每个月一日 十一日 二十一日的循祭 还有每天的日供之矣 每天凌晨的御代拜等等 哦 好像听到这些大堆头的祭典 就让人觉得日本天皇 根本比台湾任何大廟的廟 都还要辛苦你知道吗 更何况新长祭等大祭 动不动就要正座 就是跪座 好几个小时 而且每次出席仪式的时候 都要穿着平安时代 当时的正式服装 就是束带的正装 冬天冬到要死 然后夏天又大到要死这样 所以大家就知道 拿日本国民穗金在生活的天皇 其实很难谈 不过这就是天皇家 真正继承了两千多年的天职 或许这也是天皇家 真正蓄存的意义所在 在民主时代 我们不用再担心说 治天之君会再度出现 也应该不会有政府 要强迫不顺眼的天皇退位了 而现在日本国宪法 虽然明确规定政教分离 那现在日本也不是人人都是神道教的信者 但是这种深入DNA的祭祀文化 却由象征元首天皇代表承袭到今天 说一本岁一本 一本岁不真 如果说什么 菜山都没头路了 那其实天皇的故事很多 有机会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而且刚才讲到 如果说一本说什么 菜山都没头路了 结果我发现 今天我们在讲的内容 其实是我以前就整理出来过的文章 结果自己再回去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人抄袭菜山所写过的东西 大家要人都签划面 这是菜山自己写的 不讨厌我真的没头路了 那如果今天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互相交流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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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